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新的一年开始 报税机已至 国税局提醒纳税人保护个人和财务信息 并提防骗子冒充国税局 或利用其他骗局来骗取大家的血汗钱 这些骗局可能涉及短信 电子邮件以及电话诈期 国税局还提醒大家留意 可能出现的失业类相关欺诈 如需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irs.gov identitytheft 或者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identitytheft.gov 国税局的官方网站是irs.gov 人们应该注意以.com结尾的访贸网站 这一规则也适用于其他国税局工具 例如免费报税 他们都是以.gov结尾 国税局社交媒体网站 但包括youtube视频上提供了有关税务诈骗的更多信息 暴风雪持续给大部分地区带来恶劣的影响 截至到昨天晚上至少有25万户用户断电 共取消了超过3850个航班 成为过去一年里航班取消数量最多的一天 位于德州的达拉斯国际机场昨天被迫关闭 风暴目前并没有停止的迹象 国家迹象局表示 阿肯色州北部昨天降雪量为15厘米到18厘米 密苏里州大部分的地区降雪今天还在继续 老公部今天发表报告 尽管Omicron的病例数还在激增 但一月份的就业人口增长远超预期 老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一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46万7千人 大大超过分析师预期的增加12万5千人 一月份失业率则小幅上升至4% 高于预期的3.9% 根据统计在一月份的就业数据中 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增长最多 新增就业达15万1千人 其中10万8千人与酒吧和餐馆相关 而与专业和商业服务相关的就业人数增长8万6千人 零售业增长6万1千人 据报道就在一周前 白宫曾警告说由于疫情 这次的非农就业数据可能会不太乐观 虽然不派遣政府官员 但是当北京冬奥会拉开帷幕时 白宫依旧为奥林匹克点亮了三色灯光 白宫昨天晚上点亮了红白蓝三色灯光 以表示对于前往中国参加冬季奥运会 以及冬季残奥会的运动员的支持 在7月4日的独立日以及奥运会开始时 白宫都会亮起这三种颜色的灯光 白宫的官方推特账号昨天晚上9点半更新说 今夜白宫亮起红白蓝灯光 为所有代表国家和奥运会和残奥会 建而加油 为美国队加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举行会谈 在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中俄还提出了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 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 同时反对在亚太地区结构封闭的结盟体系 制造阵营对抗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 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灯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